四爷决定对若曦不闻不问 若曦走到院中时 十四正在亭中舞剑 福晋则在一旁一股惊声相伴 十四察觉到有人在暗中窥探 舞剑的动作越发极欠 福晋为了能跟上十四的节奏 只能不断加快速度 清闲在持续的波动下终于断开 十四的动作也跟着停了下来 都是千世不好 不关你的事 是谁在偷看 滚出来 若曦带着巧慧从灌目后走了出来 十四见来人是若曦 怒气便消了下来 他还以为十四爷派来的人 过于明目张胆 毫不掩饰自己的行踪 不过那人定然曾在 附近的角落中窥视 福晋看了若曦一眼 知道这是十四喜欢的人 向他点了点头 就拿着请离开了 而若曦坦然地接受了 福晋的行礼 才走到十四的面前 若曦见到十四满头大汗 拿出帕子让他擦擦 他有心让附近窥视的人 看到两人亲密的样子 便将额头伸到了若曦面前 若曦无奈 只能亲自给他擦汗 祝福他多穿件衣服 免得着凉 如果故事能够停在这里 该有多好 十四这个幼稚鬼 有事没事 就携手打游时送到京城 奚落一番四爷 对于十四这种幼稚的行为 四爷选择不看他的信 但他看到密探传来的密函时 粗坛子一下就打翻了 十三怕四爷又要做出一些 不可挽回的事情 盲劝他若曦做事 向来不拘男女大房 行事越坦荡就越不在意 而且写这封密函的人 也不清楚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 也许事情跟想象的根本不一样 十三夹在中间实在是太难了 四爷并不听十三的劝慰 决定以后都不想再知道 若曦和十四之间的事情 人家俩夫妻之间的事情 四爷也找不到理由去插手 十四喝醉了酒 跑来敲若曦的门 小慧把门打开 将他迎了进去 在若曦的事意下 自己走了出去 但并没有将门关上 只是在外担心地看着他 若曦知道十四不会对自己做什么 便将门关上 看看他有什么事情 如果皇阿爸当年传位给我 我几个兄弟的结局 也一定不是这样 为什么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曾经的十四 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如今却长长一副 醉醺醺的样子 若曦想着造成这一切的 也许跟自己当初偏帮四爷继位有关 心中忍不住抽筒 她做了太多的错事 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她无法解释 只能小声地跟十四说一声对不起